朋友们好 昨天吃门面设了一块南瓜 还有前两天咋设的酥肉丸子 正好能慢慢吃一顿大灰菜 开始做 南瓜切块 酥碗子炸豆腐 酥肉 红腹块不脱就不用切了 做灰菜的白菜用手撕 比刀切的要好吃 今晚买肉的2米5块肉了 买了一块15点 葱花 蒋片 大灰菜炒点糖酥好吃 大料村蒋 这俩干辣串 南瓜海带 白菜 盐 吃饭香 生抽 烙炒 蚝油 家福 还收了点双果丸子 一块炖了 炖豆腐啊 放上 小伙儿先炖着 老妈提前发好的面 再整点消化卷 那边 擀成长网型面片 不用太薄 这块厚度就行 撒一层盐 抹一层油 卷起来 切成剂子 一折 一折 一牛 就是一罐小花卷 连炖得整15分钟 给朋友们推荐一下咱家的羊怀蜜 还有枣花蜜 都是做到完全粉盖成熟的 保密度在43以上 羊怀蜜味道清甜 凉性 适合经常上火 还有熬夜的朋友 糟话蜜吻性 味道浓响 适合咱女性朋友 还要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 喜欢吃蜂蜜 朋友放心大胆去尝试 如果排回去 跟我选传的不一样 有价 或者是没有你在其他地方买的好 那就推回来 云菲管家承担 搜索农家的效用 认准店铺名农家的效用 千万不要认错了 像这些就是冒充咋的 点进去 这能选择 中秋活动也要把发散 花椒真选活 放半红柱款份 粉条炖软放碗子 大家看这馆大灰菜有没有食欲 嗯 这馆我玩就是棉 蹲楼里头不像棉筋一样吗 嗯 嗯 前两天炸的酥碗子 大块儿酥肉 农家大灰菜 只要吃一年吃的菜都能往里头灰 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 做灰菜的时候肉里炒点糖色更好吃 起码视频就到这儿 咱们下个视频见 抖过后面的东西 可以吃的 子里面刷新油